哈哈哈 大家好 今天是一个新栏目 什么新栏目呢 就是在家坑出来几只新的口红 咱们来一个试色 先来这个3C的 这是一只什么颜色 怎么没有中文啊 赵老师回头给你补补课 红里色 这个一听就是很美的颜色 先出来手上给大家看一下 它看起来是一个有点 中调的红色 感觉很正的 这 这过年走亲访有的 不得叫我一身美女吗 非常好 它这个质地就是介于那种 唇泥和唇膏之间的感觉 就不会像唇泥那么 泥吧 那么干 然后这个又是很丝滑很顺的感觉 有一点点宗调 但是不是很明显的 就是一点点拿捏的 恰恰好粗哦 这个就是黄皮很显板 因为我是黄皮嘛 加一个 这个是风花拌粉 这名字一听就是很温柔 他们家的这个造型就是做的像一个指甲油 它这个就是唇泥了 这颜色是那种 玫瑰淡淡粉 这什么形容词 你们懂了吗 玫瑰淡淡粉 那种感觉 这个粉色饱和度很低 涂在嘴上我感觉它是有点灰掉的粉 其实我好像不是很适合这样的颜色 好看吗 但是它是感觉挺温柔的 这个颜色吧就是 一般 我涂一般 看一下下一个 我涂一般 下面一个是这个颜色 为什么要是这个颜色呢 因为它色号是913我的生日 哈哈 拆开这个档案盒 也是长这样的 啊 好像比这个前面两个颜色偏紫雕一点 包涂 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我看有博主形容它是火龙果色 但是吧 人叫 碾碎古泥 我觉得它跟火龙果的颜色 还是差的远了一些 涂厚一点 再给大家看一下 厚涂就是这样的 好看吗 我知道了 因为我是黄皮 所以它这个有一点点没掉 所以不太适合 在镜头里可能看还好 我照镜子我就觉得 有一丢丢的显老 下一看 上次礼盒了一边的 这样的水光感 现在就是很多牌子 都出这种水光感的唇膏 我这么一怼它就化成水了的感觉 是有一点子嫩在身上的 它这种的质感就是 是有一些水光 有一些润的 然后像嘴巴比较干的那种涂 比那种唇泥一样适合一些 它不会很显唇纹 右眼看一下 稍微有点棕掉呢 这个颜色可能比较适合白皮 就是那种嘴巴很白 然后唇色也比较淡的那种女生 还适合我 试了四只新的 都不是很适合我 刚刚试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了 我还有这么多新的没用的 然后呢我打算忙出一个 这个2702 空气唇釉 近光系列 它这个是亮的 哦这个颜色 我感觉我涂很好看 是那个番茄红 哦哦哦哦 味道好香 有点像以前那个 阿玛尼的那个405 有一点那个 番茄的那种颜色 烂番茄加 红棕 的那种感觉吧 还挺好看 你们觉得好看吗 好了咱们今天的新品口红 试色结束 我还有很多那个 新的一些 没用过的彩妆啊什么的 咱们以后再给大家开这个 新品试用栏目 拜拜